台湾的网红晚安小鸡在过年期间突发奇想 自称在柬埔寨的凯博园区直播 还声称说他遭到暴打 隔天16个小时之后又说他被人抢走了身上的美金 好不容易才狼狈地逃了出来 结果这一切都是自导自演 刑事局证实了晚安小鸡因为涉嫌散布布什的讯息 已经被柬埔寨西港警局带回制作笔录 柬埔寨当地最著名的诈骗园区 三更半夜闯进柬埔寨以诈骗著称的凯博园区 网红晚安小鸡竟然还开直播 镜头拍地面哀嚎声音持续一分钟 看起来像是被发现闯入压制痛殴 最后还有军装人员关闭直播 拍到晚安小鸡倒地不起 16个小时之后晚安小鸡直播再开上演大逃亡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要放我走 我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说自己被垫起帮你垫 损失快要4000块美金 还被绑在椅子上 但整件事都是造假 刑事局证实晚安小鸡被柬埔寨警方 带回西港警局制作笔录 因为他涉嫌散布不实消息 晚安小鸡仍还没回台湾 舆论已经炸锅骂翻 阳明国际 台湾有一个想红想发疯的人这样玩 你真的去丢脸丢到 柬埔寨 就人家柬埔寨说你们台湾人都这样子 馆长骂爆 网红四叉猫也在脸书上 比对晚安小鸡的逃亡画面 说旁边根本就是整排度假饭店 还有网红陈怡 脸书大骂晚安小鸡 用这么烂的手法自导自演 柬埔寨警方预计可能会引用 当地法条煽动歧视罪 提供虚假申报罪 或是非法干涉公共职能之行使罪 来法办诽谤柬埔寨 以往案例最高层判刑两年 晚安小鸡 这下真的得先说晚安 记者刘斯班马王家台北报道